成绩多重格式 再来就是格式 再来就是格式清 成绩格式清除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写这两个按钮的话 那成绩该如何撰写 ok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这边多一个按钮 叫成绩多重颜色 按下它之后的话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 除了说跟之前那个成绩多重有点像之外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不同的等地给不同的格式 不过这个格式的话 我这边是主要举有四种 刚好四种蛮常用到的 包含就是字怎么变颜色 底色怎么加上去 框线怎么加 粗体字怎么加 ok 那能够加上去之外 还要能够把它移除 所以这边的话多一个格式清除 怎么加怎么清 ok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加如何清 那加上去的部分的话 其实出也就有点像延续上个礼拜这个 成绩多重ABCD 好 1 这个 ABCD 然后呢 只是说要多增加所谓的那个颜色 就是格式 把格式加上去 那首先的话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因为有四种 因为这四种的话就是 包含就是怎么改颜色 字的颜色 怎么改底色 怎么改框线 怎么改粗体 实际上就就这里 你各位可以参考 那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顺便说一下 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后面加一个属性 叫做缝的话 就是字的颜色 点Color 啊底色的话 就是InteriorColor 好 然后这个框线的话叫Bolder 加一次 因为不只一条线 Bolder是Color 那当然你出题字的话 主要是针对缝字形的Bold 等于True 那另外的话还要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假如要变更颜色 以后只要想到颜色的话 那你可能要记得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就RGB OK RGB是什么 不然就红绿蓝 OK 有点像一个调色盘 那它特别注意 最小就0 最大就25 也就是说 你可以做一些那个颜色的搭配 有点像有那个 调色盘 比如说我今天要调成蓝色的话 那就是没有红色 没有绿色 然后呢 蓝色开到最大的话 那就是0025 OK 那这样的话输出 就会是蓝色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增加一个按钮 叫做 什么 层击格式 层击多重加一个格式 好了 OK 层击多重格式 那我需要如何做这个程式的撰写 首先第一个啦 一样我们切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第一个 先切到videobasic里面来看 那当然我要做一个按钮 名称叫 层击多重格式 好了 就把它改一下 刚才改成一样 层击多重跟那个云端上面一样 那如果我今天呢 是要一个叫做层击多重格式 好了 OK 那该如何撰写 首先第一个 一样写在这里 写在模组1 也就是呢 我们可以把上个礼拜的这个程式打开来 然后呢 直接就是写在哪里 干脆写在下方就好了 当然你另外也可以自己再开一个新的模组 我看还是不要 把它移除掉 我这个把它先移掉 刚刚 我是把它另外 刚刚的那个部分 我是把它写在另外一模组 不过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分开写 也可以把它写在一起 那我们把它写在一起好了 等于延续 那我如果今天要写一个 其实它跟那个颜色 跟没有 就是原来的这个最 这个应该是改成格式 然后如果我今天要加 增加一个sub叫层击多重格式 OK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其实直接可以拿什么 拿上个礼拜的这个层击多重 OK 把它复制 直接呢 复制之后的话呢 在下方把它贴上 在end sub 这里把它贴上 那这边加一个层击多重格式 好了 OK 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那我希望呢 当我输出A之后 它能够把A 输出A的同时 把它变成蓝色 现在是黑色 但是我希望呢 它能够变成 这个蓝色的话呢 该如何写 特别是哦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蓝色的话 那你可以在下方 也就是输出A之后 下面再做一件 就是把它变蓝 蓝色的话怎么怎么写 基本上 你可以 针对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储存格 复制贴过来 贴在下一行 底下的话呢 再点下去 点什么呢 特别是哦 这个点意思是说 你要针对这个储存格的 哪一个 哪一个部分 哪一个属 哪一个属性 所以一般我们叫属性 属性的话 其实就是相关的格式设定 然后呢 底下会有一个属性名称 叫做Fone OK 也就是针对这一个储存格 的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什么 叫Fone 那Fone的话呢 它的颜色叫点Color 所以你这边可以怎么 再打一个Color OK 那后面的话呢 把它改成蓝色的话 那就等于 所以这边的话呢 等于 它其实 这个语言的叙述方式 其实还算直觉啦 就是 它的 这个储存格的字的颜色 那我要给它一个颜色哦 所以等于什么呢 给它一个颜色后面加 等于 红色没有 因为我要蓝色嘛 绿色也没有 那蓝色开到最大就255 后瓜糊 那也就是透过这个RGB 我们可以怎么 把这个颜色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 所以我如果假设在执行一次 刚刚这个颜色没变更嘛 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应该可以看到 它就变成蓝色的 那你想说老师如果我想要变红色怎么怎么做 很简单嘛 顾名思义名 你可以怎么 把刚刚讲的逻辑 红色就是什么 把 第一个开到最大 把 绿色变没有 蓝色也变没有 没有的话呢 就是输入0就可以了 那这样再执行一次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变红的 其实在那个BBA里面很多都是同样的类似概念 就是输出资料之后 再加上 它的颜色 OK 那顾名思义呢 B的部分 假如你希望怎么样 把它变绿色好了 那其实很简单嘛 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把这一行 你直接拿来复制贴过来最快 贴到哪里贴到下一行 绿色怎么改 绿色的话就是加一个0 这边的话就是255 我给它执行一下 B的部分就变绿的 那C的如果假如是你要变什么 变蓝 假设你要变成 蓝色的 或甚至你要变成黄色的话 假设啦 或者其他颜色 那该怎么加 一样嘛 第一个 把这一行 其实就很像这一行当范本好了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 那输出 C之后呢 把它颜色帮我变更成什么 变更成 比如说 黄色 可是问题如果你假设不知道黄色怎么输出的话 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这个RGB 的颜色可以从 常用里面这个油漆桶这边 有点甜颜色 如果假设你不知道 黄色怎么 加上去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从这边有个叫什么 其他色彩 OK 也就是 它有点像是一个 查询颜色的 一个索引吧 你可以直接点这边 其他色彩 那你可以先找到你要的颜色之后呢 再点选制定 下方就会告诉你说 它的R G B 应该给什么颜色 如果黄色的话 那就是红色是 恶物 绿色是恶物 蓝色是 没有 那就红配绿 那就等于黄色 那假如说 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要浅黄色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只要把上面这个箭头往上拉 它就变浅 浅黄的话 其实有点 像是把蓝色增加 那如果深黄色的话 那就下拉 这两个数字变小 这个一样维持 就是深黄 OK 那我们维持是黄色好了 假设黄色的话 就25 250 那我只要怎么 把刚刚那个数字 C如果变黄的话 那我就在这边加255 OK 然后就直接把它输出 C就变黄 有点太黄 如果把它变深黄的话 按照刚刚的道理 就是这两个数字变小 干脆把它变100 比较好记 然后 蓝色不变 那就深黄色 有点深黄色 那D的话 大家一样 最顾名实义 你如果在D要换个颜色的话 那请各位就自己再把这个颜色 变一下 所以A,B,D 假设 我希望变成橘色的话 橘色 那你可以什么 其他色才 橘色是这一个 假设这个颜色 自定一下 255 153 0 OK 那我可以什么 把它再填到哪里呢 填到这里 255 然后 153 或100 可以啦 其实会一不 150 然后再加上0 那这个D的话呢 看会不会变成 就是输出D 然后变成橘色 看看 OK 有变橘色 好 那只是说呢 再来有个问题啦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这个颜色 加了之后 那我希望把它恢复的话 该怎么做 那你如果清除啊 清除的话呢 他当然 只有清除什么 清除 他的资料 但是他没办法清除里面的格式 也就如果你清除 你现在是在输入别的东西啦 他还是会保留原来颜色 好像这个 他刚刚加的啦 或者你加 加的这个 你会发现他颜色都还在 所以 要怎么样把这个颜色清掉 那请各位试试看 先把 刚刚讲的那个成绩多重复 这个部分 改成成绩多重格式 然后 这个成绩多重格式 做完之后 一样 多一个按钮 然后我按右键 重新指定好了 我再指定 指定这一个 成绩多重 格式 应该在这里 然后重新把它指定过来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先做一个这一个 那等一下再来讲清除部分